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我真的去見他們 我也不會離開家 剛才是萬比說 看著你們被大康的小朋友 還不是因為他… 對不起, 因為我弄得你妹妹說 我查過了, 他吃的全部都是心臟藥 而且份量更不輕 他們都是我爸爸媽媽 我不會害他們 在這裡 和桑羅聊得怎麼樣 聊鬼聊嘛 聊了兩天都沒有聊過 真的怎麼樣 被他耍了 我問他為什麼隱瞞爸爸的病情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怕影響他的生意 怕我跟他爭取家產 根本在這裡廢話 也不知道是不是身有事 或者不是惡意 你真的突然認回叔叔叔 可能他真的怕他家裡的地位 被你搶走了 所以才對你這麼不客氣 如果他真的這麼想 就證明他真是小人 看到了 又或者他隱瞞叔叔的病情 可能因為這是他們的共同秘密 所以他想顯示叔叔 是信任他比你更多 而且他的地位比你更強 別這麼無聊 他家裡的新愛物 我根本就不想 我根本就不會跟他爭 我只知道 要做一個兒子應該做的事 當然明白 他未必看得這麼開的 畢竟親生的那個是你 他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 總之那傢伙是古靈精怪 我也不知道他的腦袋 有什麼靠他做的 你先別想他 我覺得你認回叔叔叔叔 已經很厲害了 你又跟他喝茶和吃飯 現在你有良頭住家 你要努力一點 那你想住哪裡住家 謝謝 口水堅那邊你可以自出自入 至於那兩腦那邊 他們看見你搭檔 直到當精靈的未來心活 我有說我會嫁給你嗎 我聽老公說 你約了他去散步 更快遲到 行了,你來不來 我沒所謂,我還是回家 我只是想死 怎麼今天這麼好 陪我來這裡散步 那你心臟不好 不能做劇烈運動 來公園吸收新鮮空氣 人也比較精神 為什麼你們知道我心臟有事 那十個老人家 八個心也不太好 對 那倒是 既然趁年輕,日熬夜熬 有什麼辦法不熬到五六七傷 不過你們放心 現在有Donald看著我 只要準時吃藥就沒事了 Uncle,你已經熬了幾十年了 是時候享受一下 什麼都不管 有時間的時候 喊一下寶寶 出來和你走公園 我不是每天都像今天那麼有空 雖然你想的話 我不會拖手爭,隨時打給我 有空,記得勸你媽媽 她從早到晚只懂得煲劇 一點運動都不做 那就對了 我最近在網上看了一段 互心八段感的影片 都學了,很好玩 我們不如試試看 如果你學到,還可以教伯母 這麼聰明,她什麼都懂 好…來… 好,來… 背後七顛,白頂燒 做完這個動作 就會幫你燒除白頂 好,由醫生也不用看 怎麼樣… 媽媽,你怎麼樣 慢慢… 沒事吧 怎麼樣 行不行… 行不行… 馬上放我炮症慶祝 不好意思 放點,是好事 真是證明你身體裡的經濟、血氣 全都通了,馬上有效 既然這麼有效,記住繼續練 你們倆真的有我的心 哭什麼氣 其實這次回來香港 我們有兩個心願 第一,就是找到阿寶 雖然遇到很多困難 但總算是一家團聚 看到阿寶這麼生性 和這麼孝順 還有一個這麼好的女朋友 我也很安慰 那第二個願望呢 也不是什麼願望 這些只是小事 當然她會幫我搞定 做完運動,有點餓 不如去喝茶吧 好,我知道附近開了間 還有雞球大包吃 是嗎?很多茶樓都沒得買了 是啊 我都幾十年沒試過 那我們去試試吧 好 為什麼帶我來這裡? 我們已經問過醫院 他們說叔叔在這裡暈倒 然後救護車上送他進去 但是我從來都沒來過這裡 他會不會是來找朋友 我們在新曝光又沒有朋友 還在做廠 那會不會是和你們有生意 來往的公司呢? 四里制衣 三十多年前 我和你爸爸開了一間 食衣加工的山柴廠 工人不算多,但是生意挺好 有一天福田找我們 是,想說跟我們學做制衣 我等了三個月 還沒找到工作 你不用怕 我這裡有很多工作 要你沒工作 就上來幫我 那就好了 不用客氣吧 大家老朋友一場 我們還介紹了不少的同行 給他吃 後來他自己也開了一間山柴廠 就是叫四里制衣 後來他又說周主不來 還跟我們借錢 我們想也沒想,就答應了他 誰知道這就是我們惡夢的開始 我有錢馬上還給你 後來我們簽了一張大單 需要一大筆錢周主 所以就要找霍志願還錢 我什麼時候欠你的錢? 口缸無憑 你不是要我教你做人嗎? 你不還,我就找人來收 不用管他,起飯… 好,你儘管看看 是嗎? 結果單單無法給人 還賠了一大筆錢 霍志願還乘機叫走我們的客人 他家庭就要做完蛋 我們就差點來一身宅 我們走投無路,想自殺 但是我們不忍心… 不忍心你背叛我們一起死 所以我放了你在馬頭 我…我希望有好心人經過 見到可以收養你 他害得我們幾乎家山人亡 我…我們從來都不敢提起他 因為我們怕…我們怕忍不住火 難道叔叔和Donald在那裡 和叔叔所說的別的願望 都是和霍志願有關嗎? 好,Donald 約我出來有什麼想談? 是這樣的 這份是四里祭醫的財政策 以及近這三年的財政調查 還有一些資料 你對祭醫業也有興趣嗎? 總之有錢賺的,我就有興趣 你想收購四里? 四里最近被人追擊 我覺得他們還有得做 我想在他被人吞了之前買了他 原來你想做白武士 不是我,是你 四里的股價上落不是很大 策略又不漂亮,平時不會有人來 不過,升在他的淨資產值高 只是新蒲崗工廠的特地 就已經值幾個億 你不會是想… 既然被惡意收購的話 如果留在我們手上 他的下場會比較好 為何Donald自己不出手呢? 我始終是新手 香港的市場我又不是很熟 柯少爺就不同了 你的家族在香港舉足輕重 而你的地位又這麼高 如果由你出手去收購的話 事情會容易很多 我有這種想法 這次合作,全權由你負責 事成之後,利潤你七我三 絕對一個投資的良機 我最喜歡和爽快的人合作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喝完早茶,然後送個美妙 打個美妙,打個美妙 看著回來開國 那臭小子又瘋了 浩哥 阿勇 對了 十五粒 一百五十,掃上去 謝謝 是,別客氣 阿美 你出院了? 是呀,出院了沒多久 是,上次不好意思 別傻了,你上次在醫院 就說了對不起 是呀,出了一部手機了 是呀,沒手機在手 真的很不方便 想拍片拍照也不行 還打算買一部給你 沒問題了,這部手機 爸爸看了很久了 誰都要告訴我,那就有他了 我趕著去圖書館霸位 我下次再跟你聊,再見 你沒事吧? 休息了這麼久還是這樣 我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表演 能否找到葉就靠他了 希望我可以快點康復 你信不信得過我? 高師傅,阿勇 阿勇 師傅 不舒服? 走吧,進來 進去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高卡師傅的醫館 師傅的衣術很高明 我們一群兄弟開了片 打傷了,都是師傅搞定我們的事 帶點鋸箱來 除蟹… 對,是 痛…輕力一點…我痛了 痛就是不痛,痛了就不痛了 輕力一點,痛…痛…我痛了 放鬆一點 我… 眼睛鬼殺的聲音 現在是湯豬嗎?真的 你怎麼樣?我很謙證 師傅在幫你檢查 師傅的手好像有X-ray那麼厲害 一掃就知道你有什麼不妥了 真的 師傅,你拿著蛋卷做什麼? 吃了,這條艾草是好東西 來,等我一會兒給你一些好東西 高師傅,你針頸的瓶是什麼? 這瓶好東西 老鼠仔藥酒,跌打成藥 所謂一鼠就頂三雞 你有什麼跌倒、撈倒 你們這樣的老鼠仔酒 我說功效一流 外敷也行,內服也行,喝了它 那你說外敷也行,內服也行 那為什麼你不幫我齊藥 我喝了它? 地鐵腳正在燒熬,怎麼做呢? 想快點好不好快點喝? 阿芝,抓我這樣,你不要浪費時間 你就當三蛇爪 虎骨木瓜酒一樣喝了它 來,喝了它 好,完成… 怎麼樣?有沒有好一點? 不怕,只會弄到石頭殼 高師傅,你有沒有紙巾? 在你後面,自己拿吧 高師傅,我想問一下 我什麼時候要回來覆診 還有我什麼時候可以撕掉我的怪獎 你現在就撕掉了 是呀 你的腳真的沒那麼痛 那師傅你真厲害 當然了,不然帶你來幹什麼? 那隻是真手掌嗎? 是呀,真的 這個團長是我以前有個古惑仔 他跟人家劈油 誰知道自己全身中了十多刀 連手掌都被人切了下來 是呀,他也幸運了 要適合我 鬼鬼門關把他的命拿出來 高師傅算是半個江湖人 有什麼沒見過 他把手放在這裡 就是想敬佩我們這些人 手就只有一對,命就只有一條 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麼懂 我真的要吃粥水 來吧,不用吃粥水 去吧,收純點 走吧 不要乖 什麼事? 小妹妹,你是不是還在圖書館? 有沒有偷懶? 要不要我來接你? 不用了,你今天很空嗎? 小狼女說今晚想約你到她家裡 打火鍋 她說想代她哥哥替你道歉 那好吧,待會見,再見 再見 走吧,再見,居師傅 師傅走了 再見… 其實上次弄得你受傷 我哥哥直到不好意思 今晚就替我哥哥請你 多吃點,那我就拍戲了 是呀,妹妹 你剛才騎上騎下都不見你用拐杖 你不痛嗎? 等我帶勇哥 你帶去高卡師傅 你又認識高師傅嗎? 當然認識 以前我們經常打架砍油 有一次打架打得掉 那天他會幫我幫忙 是呀,高師傅不單是醫術好 又有性格 我們這個圈誰不認識他 你們這個圈?不會是毛牌那隻吧 是呀,毛牌的 那我看完之後 雙腳又真的沒那麼痛 真的,好像沒事 是神醫 這個世界哪有神醫 好了,我明天和你去醫院照一照 那我是什麼意思? 現在是說我哥害你妹妹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這個世界真的沒有神醫 就算那個高師傅真的有材料 也不代表沒有手末筋 還是檢查得比較穩妥 是的,底部不好 是沒有人信的 勇哥,我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你別誤會了 行了,行了 這些東西熟了,別趕著趕快吃 對了,大哥 剛剛走過那間夜冷店 看到他們收了那把風扇回來 不如買回來很便宜 就是了,這條風陽水了 行了,天佩了晚上這麼熱 你怎麼睡? 反正你現在沒事做 又不可以回酒吧,不如找一份工作 你這麼多事? 這麼多事幫你申請重門吧 這間店是要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事 我們現在沒需要嗎? 我哥要睡天台 我想喝酒也沒錢 酒這間店就戒掉 以前回酒吧就說沒辦法 現在也不用 何況喝酒人沒益 有多沒益? 沒益就影響生育 找份工作也好,有什麼我介紹 我知道有個地方剛剛聘請人 那裡的要求不高,又不是太辛苦 那就去試試吧 試試吧 吃不吃茶 我關嗎?小孩嗎?還要打給你嗎 交給你們 老師,謝謝切筆給我 快 謝謝 你們來了 有人叫我們來看看你,是不是很悶 有眼睛看,看得很電 美訂了一間牌的舞室 現在上了堂,沒什麼人 一起跳舞吧 好,我再用真的變化石了 走吧… 等一等 怎麼了? 先把牌子放好 是嗎? 專業 沒問題 8位 時還要 跳完舞 不要出身汗,有否開心點呢? 一定有,總比在外面的辦公室 整個木板 美,知道你第一天上班實在心悶 故意預訂的牌子沒有塞過 你鬆一鬆 謝謝你們 話說回來,你的腳不是沒好嗎? 這樣跳你不怕嗎? 其實好得七七八八 我最近忙做項目,做得成為夠了 我再不動就要殺我了 你真是會 抱歉 原來我們出來很久了 那你的收集就一直沒有人了 會不會出事的? 我們社區中心最多就是義工 他們很樂於助人,所以你不用怕 不要了,我免得第一天上班 就被人解僱了 我還是出去看看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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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找我… 停車… 五分鐘 怎麼樣?肥仔,有什麼幫到你? 難怪他們這麼鎮定 好,原來安排你們去義工頂我的位置 我現在就報錯班,上錯課 那怎麼樣?那就退錢吧 那你告訴我,你報錯什麼班 上錯什麼課呢? 我原本想報A101班 誰知道就報錯A107班了 剛才有人坐課室 還有J101班的課 不如你告訴我J107是什麼班 是A101班 A107班和J101班 肥仔,現在你自己上錯課報錯班 你對不起都沒聲音就問人家拿錢 你會益分嗎? 這是我的權利 權利吧?也有義務 你以為大家都要遷就你 你想怎樣就怎樣? 對不起 對不起 你要上個班,下星期才開,還有空 至於你報錯班就再貼拖一份份 三個月會分給你 但你剛才入錯班房 算了,當你旁停,免費一堂 自己那邊的貼拖 看什麼?阿牧 我是這樣,不會有好態度的 剛才這個肥仔態度不好 你教訓他,對 但之前來問你那些 你也沒有好好地回答別人 你看到?你看我嗎? 當然不是看你,讚你 既然你現在知道 權利和義務這個道理 那就是你懂得怎樣做這份工作 行了…你別像阿伯那樣長氣 這裡已經夠多了阿伯 你對著對著就習慣了 最多你做得見悶 你就請我來幫你配一會 好不好? 來七分,幫我把家人蒜 那麽趴了,再見 歡迎光臨 最近我經常出去開會談生意 你又這麼乖, 打算買一份禮物送給你 看你喜歡哪一款? 我真的不知道 要這個, 跟你說, 謝謝 這兩款是今年流行的設計 很適合兩位 姑姑, 果然最近生意不錯, 但是… 但是什麼?可否拆出來給我試試? 好 最近我買股票贏了不少 打算買一份禮物獎勵你 你就順便獎勵一下自己 什麼股票?很穩定的 高風險, 高回報 不過有Derek和Donald兩個明燈照著 很快就可以坐在這裡收錢 這個世界哪有不勞而獲的 一條漂亮? 漂亮, 你打什麼都漂亮, 姑姐 對, 其實我買給你的 很漂亮, 很搭配你 早安, 我的小爸爸 寶寶, 你回到這裡就對了 怎麼了?什麼事? 看看 死理仔有限公司業績下滑 被傳惡意收購 議員柯真不宜家族集團 作白帽事出手請求 這次真的出事了 柯議員也肯出手做白帽事 還出什麼事? 剛才我姑姐跟我說 Donald和柯議員會大脅他炒股票 賺大錢 現在說柯議員會做白帽事, 救回四里 很大機會那些股票就是四里 Donald沒理由不知道這件事 那又怎麼樣? 你猜我可以賺大錢嗎? 現在四里可以避開惡意收購 那不是多好嗎? 寶寶, 你不記得了嗎? 你爸爸和霍志源是有仇的 他這麼信任Donald Donald沒理由不知道 本來他們可以坐定, 看著這間公司死 現在有人要救他 你覺得他會任由他嗎? 你說柯議員做白帽事這件事 其實是和Donald合起來的 你想想, 如果柯議員真的收購這間公司 他和Donald就變成大股東 如果他真的幫Donald的話 他想拆散這間公司, 說也沒那麼容易 還說幫我姑姐賺大錢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霍志源幾十年的家族生意 隨時玩完了 其實我還懷疑 這個所謂惡意收購 很可能是Donald自編自導自演 難道這就是姚先生 回來香港的第二個心願? 已經過了幾十年了 為什麼總是要咬著霍志源不放? 我上網出了這間公司的資料 他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有幾百個員工, 很多都是老伙計 近幾年, 生意又不太好 但自從他兒子接手之後 就開始有氣息 我看了另外一篇訪問 就說兒子雖然想弄起一間公司 但是他不會為了省錢 炒了這幫老伙計 因為他想保住他們的飯碗 但是現在的伯父這樣… 就是說他不僅弄死霍志源的公司 還弄死他那幫無辜的伯父 其實我們今天來 是有些事情想跟你說的 霍志源四里公司那件事 為什麼無緣無故提起這件事? 伯父, 三十年前的事情 伯母已經跟我們說了 你回來的第二個心願 是不是想找霍志源他報仇? 阿寶, 既然爸爸不想說 那不如不要再問了 你知道嗎? 你叫媽媽陪你去查爸爸 媽媽會跟我們說的 我根本沒想要瞞你 我從來工作不是鬼鬼祟祟 不會阻門又門的 那誰是鬼鬼祟祟? 要知道你這麼做 爸爸媽媽會很不開心 那寶寶又不是這個意思 阿寶, 什麼事你不用管了 Donald懂得怎麼處理 伯父, 收購社理這件事 不僅會弄死霍志源 整間公司都失去了 幾百個人就會失去工作 他們的家庭就會失去經濟支柱 當天你丟下我, 是被迫的 但是現在我不迫你, 不要再錯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跟爸爸說的 霍志源自己是對不起爸爸在先的 就算他真是新敗明 也是夠有自取的 我們是做生意的 分實收購是正當合法的商業行為 爸爸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寶寶,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我想你少給點意見 寶寶也是一番好意的 我是什麼都不懂 但至少我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無論霍志源以前做過什麼 我希望你不要找他報仇 你放手吧 爸爸, 他是壞人 他根本做得不好 就算我們不出手的話 其他人也會出手 阿寶, 我認你, 對你並沒有什麼要求 只要你肯陪伴我和媽媽 我們已經很開心了 至於生意上的事就由Danny搞定他 你不需要管 當日你扔下我, 我真的很討厭你 遇到你之後, 我經常想起這件事 很不開心, 很辛苦 每晚都睡不著 但是最後我放下了這個心結 我就每晚都睡得很好 其實你想說什麼? 你說過當日扔下我 你很辛苦, 很內疚 但是如果今天你再做一些 將來會後悔的事 你覺得你會睡得著嗎? 令人家破人亡 打破幾百個人的飯碗 你這輩子都不會安心的 好玩嗎? 好玩, 再來一次 好玩 最近公司的估計不斷下跌 外面有這麼多不利消息 老兄, 你能搞定嗎? 柯氏是香港的老婆家族 柯鎮北也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 難得他肯住資, 應該沒問題 那就好了 死你是爸爸一輩子的心血 你好好照顧 放心, 爸爸, 我會好好照顧公司 霍資源, 你還認得我嗎? 嫂子 霍先生, 我們來就不是走晦氣 我們今天來是想提醒你 你是誰? 我是…我是誰不重要的 我是陪姚太太來告訴你 雖然柯鎮北表面上好像幫你公司 避過了惡意收購 但真正搞你的人, 很有可能是他 霍先生, 如果你想保住你的公司 最好就盡快買回四里的股份 你們這麼說有什麼證明? 嫂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跟他走來 如果是因為以前的事 我只好跟你說, 做生意就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我對不起你 我也沒辦法 要不是我兒子叫我給你一條生路 你以為我想見到你嗎? 你這種壞蛋, 登天收吧 霍先生, 你不是你自己想 也要為你的家人, 為你的員工 萬一公司有事他們 我就是因為顧及他們的感受 我才撐到現在 這次是救回那間廠的大好機會 我拜託你們不要在這裡說三說四 我不會受你們困的 對不起, 拜託你們走 好, 拜託你 回來啦 誰沒有意識, 我認了他 說了一億次的 那些有顏色的衣服 不要把白色的衣服洗, 洗一下 洗一下衣服, 洗得到嗎? 有眼可奇情, 你說怎麼穿? 我看過老闆是內衣的 很貴的, 怎麼搞成這樣? 你這個臭小子, 之前我叫你買一頓給我 讓我去喝吧 你專門挑一些減價貨來買 自己的帝衣服就明太 你真是不孝子 不孝… 媽, 我怎麼不孝? 我帶你去百貨公司買了五千元 才送禮品給我炸, 我怎麼不孝? 是嗎? 是嗎? 那就是…是你不對的 是你不對的 你什麼? 洗衣服? 洗衣機才行 說明了, 我不霸佔 你現在毒我灰 原來是你 我… 先別聽我說 媽媽剛才叫我拿她的衣服去洗 誰知道這件衣服原本洗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她在洗衣機裡 當我去洗衣機的時候 有人已經開了那部機器了 我全都錯了, 你剛剛好 是你死的 你關著手洗, 洗乾淨她嗎? 行了…我和她洗回她了 我弄髒了衣服 你去那邊傻瓜幹什麼? 沒有, 雖然我們家裡 常常吵鬧擦天 但是家裡很溫馨 不是這樣的東西 不是那邊又有什麼事? 本來那邊的事不關我的事 但是我沒理由看著他們做錯事 我也不管了 要認認了人, 就是一家人 還分那邊這邊幹什麼呢? 無論家裡做錯了什麼事 都是你的事 家裡的事是用來關壞 不是用來埋怨的, 知道嗎? 支票核水在哪裡? 你吵什麼?自己找找吧 找了很久, 找不到 不就是一直都放在櫃頂上 要不要來幫你找吧 老爸…你去關上兒子吧, 我會怎樣 你這個死矮子當然是跳高梯 看不到 整個家族最重要是你, 沒什麼用 在這裡 怎麼樣? 那邊的父母是不是不好相處? 不是 只不過他們跟我一樣 也有些事情放不下 不是, 我就放不下當年他們丟下我 他們就放不下當年被人害到走投無路 說要找人報仇 是冤, 冤不是說放得下就放得下 你也要經用這麼久才肯認回他們 對了, 要一個人不要這麼有怨氣 就是要讓他知道有人多關心他們 給多點時間陪在他們身邊 明白, 帶出來 對了, 阿姨 Donald和David他們兩個做的生意 我們不應該給意見 姑姐, 我在說做人的原則 沒錯, 這是你做為的原則 但這個社會上也有自己的法則 我做生意的一門數又沒有錢賺 還有事情是否合法 我來問你, 如果我聽你說 不插手干預這件事 最後死理仍然要倒閉 你是否會把那些貢人請回來 還是你有其他辦法阻止他們倒閉 緊急召喚你的董事回來 究竟是什麼事? 我看過四里近這幾年的財務狀況 我發現收支方面很有問題 作為公司的大股東 我有責任向各位報告一下 不能讓公司再這樣虧損下去 我有幾個方案建議給各位董事 第一, 調整內部架構, 減輕營運成本 第二, 大幅度財源 減低生產成本, 提升生產的效率 第三, 出售虧損業務 第四, 即時關閉香港的廠房 我反對, 你這樣做 就是變相將我們公司拆散賣出去 沒錯, 免賣所有資產 包括新毛光的廠房 這是最直接解決公司財務危機的做法 連我們的廠房也賣了 就是等同要我們四里倒閉, 有什麼分別? 當日你做白武士, 收購我們的公司 說明你會保住我們的公司 不會賣出去的 各位抱歉, 我是Donald Yu 這次柯少爺跟我合作收購四里 我們是做賺錢生意的 在商言商 但沒理由跟你一起賺下去 我相信這麼多位董事 都應該這麼想 只要我們收回越南那幾條帳 四里就可以轉區為營 我找人查過越南那幾條帳 根本就是呆壞帳 沒可能收得回 霍先生, 其實我們正在幫你 現在變賣四里的資產 總比大清盤更好 我就算抱著公司一起死 我也不會讓你們得起的 莫志遠, 你這個死老鬼 活該你有今天 你一定想不到 你這幾十年來的心願 會死在我手上 叔叔 你好 坐… 真想不到 你們倆還肯約我這個老人家 出來見面 你說甚麼? 我不是說過 你想出來隨時打給我 我不會托你手搶的 叔叔 我聽阿智說 最近你睡得不好, 你怎麼樣 不知道是不是人老早就這麼麻煩 動也不想動, 睡也睡不著 整天只會發牛鬥 那你見哪兒不舒服 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夠睡 走不著睡不著 腰骨還很尺 帶你去一個地方 來, 去 他最近失眠 周身不聚財 總之就不來精神 阿波, 我在跟著他 好 加到兩前肉筋 知道了 放心, 媽媽的手勢很好 可以了… 放鬆一點 麻煩你 麻煩你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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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 老闆娘,我現在才發覺 有你在我身邊才是最好的 早安 朱女兒,為何無緣無故多了 這部按摩椅? 真的很舒服 很害怕 很大 很大,爸爸 突然間無緣無故,電視變大了 我們兄弟以後看電視,不用眸眼睛 你看看,有電視之後 家屋好像變小了,有電視 要努力,賺錢買大屋 老爸,家屋無緣無故多了一塊二塊 你怎麼知道? 老爺,這傢伙說不知道什麼 抽獎送大禮 據我說,禮品這家東西陸續有來就對了 小子,接住 小小甜頭,連爸爸吃什麼都忘記了 沒鬼用 姚先生、姚太太 歡迎… 這麼有空嗎? 來了… 姚先生 你這麼坐… 坐… 我去倒茶… 這麼坐? 其實這次來是想多謝你一家人 照顧了阿寶這麼久 說什麼客氣? 這裡的東西我是隨便買的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不介意 既然來了,吃完一頓飯吧 不要了,我們今天外出一整天都有點累 我們坐一會就走了 喝茶… 謝謝… 謝謝 不要在這裡吃飯,很危險 我們這批檔是差勁 吃吃飯,整天的灰燙都… 爸爸,你沒事吧? 沒事 我一向叫你老爸 對,我叫了二十多人老爸 我一向叫你老爸,我忘記了 是 爸爸,媽媽,不如不要走 一家人一起吃一頓飯吧 爸爸,對嗎? 一家人吃一頓飯,好 阿寧,拆了幾個菜出來 好,我去煮幾個菜 很快… 吃完肚子 我給你們倒個暖水 不用了,來…坐一下吧 好 怎麼樣?走一整天,累嗎? 你媽媽一、兩人在身邊陪著 就龍精虎猛了 你不是 爸爸,你洗完澡 吃了藥早早休息,行了 阿寶真的很乖 看看你何時有空 我們找阿二一起去西貢吃海鮮 過兩天,過兩天我休息 那我和你們吃完海鮮再去市集行 好… 不要妨礙阿寶開工 那我先去廣州做事 好 走吧,爸爸 好,再見… 再見 走啦,媽媽 謝謝,再見 記得吃藥,早點休息 我進去倒杯水給你吃藥 好 媽媽,回來了? Donna 爸爸 有Donna 我有事想跟你說 什麼事? 我想回加拿大 為什麼? 是否因為我們去找阿寶之後 多了跟他見面 忽略了你的感受 所以你不開心 媽媽,你千萬別這麼想 我們只是想花多點時間 跟我寶相處而已 我怎會這麼想呢? 我知道你唯一霍哲源的事 花了很多時間和功夫 你是不是生爹 最後決定放棄你一條生路? 爸爸,我怎會生你呢? 一直以來你有什麼決定 我都會支持 我為你們所做的任何事 都希望你們開心 就像這次一樣 放棄你,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是你們的兒子 我會盡力完成你們的心願 如果你覺得過不了自己良心的話 那就跟你的意願去做吧 總之,一切以你的決定為依歸 我不是,你真是生性 在我心目中,你們是最重要的 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陪著你們 對了,既然你不是為了死這件事 為什麼你要這麼急趕回加拿大? 對了,你有什麼事不怕跟我們說 其實加拿大這間公司 近幾年的業務每方越下 資金周轉方面出現困難 這次追擊你,除了想為你報仇之外 我想贏到的錢不是自己貸 是為加拿大這間公司解決財困 發生這麼大的事,你不早就跟我說 我真的不想你們擔心 其實這兩年我左撲右撲 向人後申請貸款 找新投資者融資 救到公司的方法,我會盡量去試 但是其實我已經賣了機票 我決定回加拿大重整業務 那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不用了,你們身體又不太好 留在香港,當我回去處理就行了 這段日子真是難為了 不難為了,你們對我這麼好 我這樣做是應該的 總之加拿大方面的事我搞定了 我會盡快回來陪你們 好 辛苦你了 希望你可勇敢放低提防 重新上路,用力沉悔盼望 重新上路,只要更靠不要放 處理一望你是我 無態加盼你闖蕩 永遠不會驚泡以後路上妖惑 或誰碰錯 就…